最满意的一样是我之前在旧家没有用过的 俗称打鼓机 你就是把所有的菜头菜尾丢进去你的洗碗盆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线板会不会很容易长成 就是因为它一条一条 就是其实呢 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是遗憾自己没有装修到的呢 大家好我是新鱼 看新家开箱一定是很爽的 因为新家嘛 没有人住过嘛 所以一定是最干净最美最香的 可是住了十个月之后 到底我对我的家 有没有一些另外的想法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雷 告诉他说千万不要踩 今天这一集呢 我会整理出 我就是住了十个月之后啦 觉得最满意的电器 最满意的淘宝物品 最满意的装修决定 当然更多的就是 可能有点小遗憾的装修决定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听听看 说不定对你 如果紧接下来要装修 要做决定的话 可能有一点点的帮助 那为了拍摄今天的这个视频 我还特地去看了之前的 unboxing的视频 大家如果还没有看 记得去看有上下两支 我看了这个之前的视频 底下所有的留言 因为有很多朋友的问题 我都还来不及回答 不过最多最多人问的就是 到底我是哪里人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 我的中文听起来有点像 香港人讲普通话 就有点广东 好像又有一点点的台湾发音 那讲英文的时候 好像又怪的那个语音 对不对 那其实我是马来西亚人 大家好像听 那里都不太熟悉 尤其是台湾的朋友 更是好奇说我到底是哪里人 这样 那当然也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很多的商品在台湾可能找不到 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那我的开箱视频下方 都有商品的链接 如果你点到进去 看到那个地址 当然全部都是马来西亚地址啦 那你估一估 如果台湾有的话 那就有 那没有的话真的是非常抱歉 然后也有一些产品 据我所知 已经停产了 所以马来西亚朋友也是 如果你点进去有就有 没有的话说不定就真的是停产了 不好意思咯 还有很多的问题的 包括这样子装修会不会成很多很难打理啊 这一集全部都会跟大家讲 好我们先讲 我最满意的电器决定好了 当然其实我家这么多的电器 可能是99%我都是满意的 最满意的一样是我之前在旧家没有用过的 我忘了这个电器在我的厨房开箱 那一支有没有提到 就是厨余机 它也不是把厨余变成另外一种东西的机器 而是俗称打鼓机 你就是把所有的菜头菜尾啊 丢进去你的洗碗盆 它就打掉就冲走这样 我之前旧家没有用这个 现在呢我真的是相当的忙碌 那这个东西怎样帮到我呢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打鼓机的话 每一天你做饭之后的菜头菜尾 你就必须要用塑料袋把它包起来 然后丢掉 有点像是吃垃圾这样的概念嘛 对不对 那这件事呢最好是应该要每天做 奈何忙碌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每天做 那怎么样呢 他就放在那边就会臭啊 可是有了这个打鼓机之后 我真的是每一天就把脏的 当然是可以处理掉的一些厨余 就直接让它打掉就走了 那就省下了很多塑料袋 上号也省下了我很多的时间 我要推荐给大家这个打鼓机 然后我用的品牌是 选择的是750这个马力 它有不同的马力 越大马力自然就越贵咯 就如果你要打越多的东西 就要越大马力 那据说750 对于二人家庭来说应该是足够的 不然其实500也是足够的 这样子 那最满意的淘宝物品是什么呢 其实大致上都满意 除了是懒人沙发 有个懒人沙发学问度很高 现在它已经被我就是扯到破掉 我觉得也是因为它的线不是很稳吧 用了第四个月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是我太粗鲁 还是那个线的那个不太牢固 所以它就破了 除了那懒人沙发之外 好像都没得闲 不过我最开心做到的淘宝的决定 就是关于干厨房的拉篮 因为它真的是可以让我一次过 收很多很多的零食和饼干 然后因为我不够高 所以拉下来真的很方便 不过因为这个拉篮它不便宜 我记得那时候我买一个 好像要千多块马币 你不可能每一个空间都装的 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不过如果你是可以平衡的到 有一些东西你经常要拿的 你就装一个 然后另外那些可能就比较属于是收纳的空间 就可能要爬椅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拉篮 拉篮 所以我觉得那拉篮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然后也要提醒大家因为 一直都给大家推荐 MyBest这个物流平台嘛 我在11的时候淘了好多 当然现在11过了 1212你也可以淘很多 因为我在新家的过程中就是用了MyBest之后 真的省下了我很多的麻烦 而且省了很多钱 距离那时候我搬家到现在哦 它的功能又提升了 就是MyBest的功能又加强了 包括现在有了自动入库的功能这样子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Google一下 MyBest就可以找到他们家 然后使用他们家的服务 而且现在只要你消费买一百应急 然后再输入Promo Code sharrow时就可以扣十块钱给你 是不是很棒 每个户口呢 And title一次这么棒的优惠 现在就行动吧 1212在等你哦 我自己在淘的过程中 有他们家真的是非常的放心 而且我喜欢他们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有时候你会confuse什么时候要用海运立方 什么时候要用海运 他们就会自动帮你计算 哪一个方法比较便宜 我每次都就是在海运部分会confuse 然后他们的客服呢 就会帮我自动换去海运立方 然后每次就会省很多 好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至于最满意的装修决定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跟圆湖有关的装修决定 一开始的时候说实在 我有点小担心的 我知道所有的圆拱型很美 天花板的圆拱啊 厨的圆拱啊很美 可是做出来效果会不会耐用呢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but 我不知道呢 现在做了10个月之后一切都是很好的 而且我的朋友来我家哦 10个有10个都会被这个圆拱型吸住了眼球 甚至是那一天就是 Mr. Money TV的Peter来我家 他就跟我说你家的这个圆拱啊让你整个 walkway看起来很阔 我就觉得对耶 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用那东西的时候 你本来没有那个用意的 然后别人一讲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呀 这个决定做得真好 哈哈哈 所以所有圆拱型我都是非常的喜欢 OK讲完了好的我们来讲一些可能有点小遗憾的 到底有什么东西我是遗憾自己没有装修到的呢 当然没有做这些决定有很多原因啦 不全然是设计师的错 哈哈哈 我这样讲是我很怕我设计师伤心 因为其实他真的是非常努力 为我的家做了很多非常棒的选择 那这些小遗憾都在我啦不是在他 我们都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沟通 他已经advise过我 可是我自己可能没有想这么远 或者是毕竟装修是一种经验 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 真的是可能需要时间的累积 你才知道答案的 OK我们来讲一下 第一个算是后悔没有装修的地方 其实我的开箱影片无论是在长版的 还是在IG短版的 很多朋友都会问一个问题说 诶怎么你的地板跟你的家就客厅啊 好像不是很搭 因为我的地板其实就是黑色的 然后我整间家就是奶油系列嘛 那其实我之前有讲过 因为我的那个云池是我买家的时候 它就是一起的 那如果我要把它改掉的话 其实我要敲碎整间家 然后再铺过这样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的预算真的好像不应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好断断的嘛 它是marble来的 那把它敲到实在太奢侈了我觉得 那现在为什么有一丢丢的遗憾呢 是因为它是黑色 不是因为它不搭我家的颜色 而是因为黑色很难看见脏 那现在呢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扫地 什么时候不应该扫地 这样讲是不是很懒啊显得我 因为好像应该每天都要扫地 对不对 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每天扫啊 偶尔我忘了扫哦 我就觉得家怎么 踩在地上怎么好像有一颗颗粒感这样 其实它是快脏了 不过因为它是黑色 所以看不到脏 看不到头发 看不到沙子 看不到所有滴在地上的咖啡这样 可是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它是好事哦 因为眼不见为近嘛 就不用这么忙于打扫 不过我自己就觉得可能有点哎呀 太脏啊 就是有时候你扫了哪里 没有扫了哪里 都好像没有办法发现 所以这可能是一点点的小遗憾 所以如果你要装修家的话 那个地板白色的话 你是比较容易看到脏 黑色的确比较难看到脏 不过你就很难预算它的脏 这样讲大家明白吗 那第二个我觉得有点小 那是我的错啦 就是所有的鞋柜和衣柜真的不够放 你在看我的开箱影片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也讲了 怎么可能够放啊 这个衣柜 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说 好我要截制 不要买那么多 现在真的是觉得 哎呀为什么要截制呢 或者说 这样会不会太高过我自己了 并不是说我是什么的购物狂 因为其实我的工作需求 的确是需要 囤一些衣服 可是现在真的是不够地方 装 然后就会很苦恼要怎么塞 有时候会塞到去主人房 或塞到去其他地方 啊整个收纳就变得很不顺畅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就是 面对现实吧 不要用你的衣橱来截制你自己 这样子是不对的 衣橱是给你方便 而不是用来截制 要截制好像要用脑哦 不能用衣橱 我的鞋柜啊衣柜还是不够这样 好还有一个小小遗憾 就是我干厨房的洗杯的盆的地方 那话说我的这干厨房的洗碗盆吗 他其实是为什么有这个选择 是因为那时候 我忘了我跟我的设计师去逛一家 好像是瓷砖店 那时候选瓷砖 不知道怎么的可能是我没有交代好 结果呢 就买多了现在这一个SIM盆 本来呢我的所有的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的厨房的那个洗碗盆 我也是从淘宝淘的 那我就真的是没有在本地买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买了这个白钢的SIM盆之后 我就觉得啊好吧 既然都买了 我就不要退回去 可是非常遗憾的 现在我用了10个月之后 这个白钢SIM盆就已经开始有黄斑 看哦 这个黄金 其实我已经清洗过了 这些已经是洗不掉了的 看起来就真的是有点旧 可是我其实才用了10个月而已 那个是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黄黄的 然后我用了很多方法去刷它 都没有办法去除那个污渍 这个故事告诉我 如果你当下直觉觉得不对 那真的是你不要的 真的要赶快把它退回去 即使是可能退不回 可能要浪费一些钱 我觉得也真的要很下心 虽然它没有造成很大的问题啦 就是这样子在有一个黄边 可是我每一次洗杯 我都觉得好不开心哦 为什么不当下就是忍痛把它退回去 还是就算亏钱也把它想办法处理掉 因为现在它已经整个嵌入我的那个干厨房那里 我是unlikely可以换掉它吗 我不知道 应该是换不掉 就觉得为什么这样 真的如果你觉得不对 所以当下就要当机立断 真的所有的装修的朋友 不要怕麻烦 然后我在开箱影片的时候 也有很proud的跟大家讲 我的电视的bracket 就是它可以拉出来 然后折去 tilt去另外一个方向 因为我想要在那个吃饭的地方看电视嘛 这也是让我有一点小小后悔 并不是这个bracket没有用 而是我根本不会在那个地方吃饭看电视 当我要吃饭看电视的时候 我就干脆在我的沙发看电视 所以我的bracket到现在 拿出来跳过去的那个次数 可能 三次都没有到 住了十个月之后 所以它根本是对我来讲 没有发挥到它的功能 而且这个bracket好像也不便宜 好像要300块这样子 买了没有用 当然如果你真的是有用的话 它是很好用的啦 虽然大家可以看到我移动的时候 真的有点困难这样子 好来到最后一个我觉得 嗯 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就是我的自动马桶 我的马桶是这样子 靠近这个马桶 还没有到 它就已经开了 所以意思就是我每次 经过 去洗澡它就会开 然后出来它也会开 那这个功能其实是非常的好的 只是因为现在我在早班嘛 那我每天四点多就要起床 我一上洗手间 那 起来 那基本上会吵到我的另一半啦 所以 这是它小小的buck 然后 它的那个另外的设计上 我觉得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总开关是控制它的掀盖的 意思就是 如果你不要它自动掀盖 你要关掉它的开关 可是一关掉它的开关 它其它的功能就没有办法使用 它不像是哦它自动掀盖的功能是可以optional的 就是你可以控制它 可以拿掉你的自动开关的功能 这样子 可是它依然有自动冲水 还是其它的洗屁屁的功能 这样子啦 我觉得这是一个设计上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 可是这个自动马桶 除了它 一直在开关开关 可以不不断的在开关之外 它的自动冲水真的还挺好用的 就是你每次上完厕所之后 它就会自动冲水嘛 而且它一自动冲水的时候 它就会管起来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在冲水的时候 尤其是如果是上大号 就是你的那个马桶碗里面有很多的便便嘛 它一冲水的时候 它细径都会往上升 而这个自动马桶呢 它就会把你关掉盖 然后再冲水这样子 因为今天是迪巴瓦里耶 所以有那个烟火的声音 所以它其实真的是挺好的 然后甚至好到怎样你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几个马桶 就是有时候用下书房的 用下主人房的 可是只有主人房有那个智能的马桶嘛 现在有时候我去用书房 我会忘记冲水 就是因为在主人房它会自动冲水 你去到没有自动的你就会忘记这样子 还有一个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有疑问 然后觉得不知道该不该用的 就是线板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线板会不会很容易长沉 就是因为它一条一条 它在空隙间就会长沉嘛 就是其实呢 直线这些地方呢 是比较不会长沉的 可是来到这里呢 我刻意就是四个月没有打扫 给大家看看四个月会长多少的沉 其实是还好 有一点啦 不可以接受的情况 那时候其实我设计师已经跟我讲了 他说不会长沉的 因为呢 沉会跌落在平面 可是它不会藏在这样子的表面 它只会藏在这样子的表面 事实证明了 我的设计师是对的 意思就是 其实线板不是一个很长沉的决定来的 它是非常的好看 然后在缝隙之间是不会有沉 而你在平面就是一定有沉哦 你在任何的平面都会有沉的嘛 所以大家不要恐惧线板 OK 那今天这些就是我的新家的一些小小的遗憾 跟大家分享 那不过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不要太执着啦 我知道我每一集的开箱好像都讲一样的话 我自己也提醒自己不要因为 比如说我的那个 Sink本儿太抓狂 因为没有一次的装修会是完美的 我经常跟我的设计师沟通 他也觉得说 其实每一场的设计或者是装修 你做到95% 已经是功德无量了 不会所有的装修的结果 都跟你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毕竟人生中就只有那几次的经验 所以希望大家装修都可以放宽心 谢谢 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可以继续问我 如果我还记得当初装修的一些 心情和决定的话 都会继续为大家解答